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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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虎才是年輕人最不應該拒絕的事情 過於順利的成長 好像一火裹著朱古力的慢性毒藥 消解了人的意志 迷惑了人的心智 吃虎才是一劑良藥 虎的滋味固然不好受 但是吃虎的經歷 卻可以讓人沉澱出智慧和力量 讓心靈變得強大而寬闊 表現出生命的張力和豐富 所以吃虎要趁早 成命不用急 人生道路的延伸 亦是直線和曲線的辯證統一 一個人今日行走在直路上 明天就有可能行走在彎路上 我們在遇到困難和身處逆境的時候 不要亡言不知所措、灰心喪氣 也不應該因為一時的挫折而輕然放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人生目標的實現 不是在於處於怎樣的環境之下 而是只要你抱定一個理想 不斷地去努力爭取 總有一天會如願以上的 生命如水 不單單是在沸騰的時候 會開出花朵 在被希望和熱情的力量向上牽引的路途中 也都會保持旺盛的水流 時時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 樂觀地面對風雨、面對人生 相信每個人都會不斷地開放自己的生命之化 水喪是一種不快樂的能量 經常會伴隨自我憎恨、自我批判 又或其他負思考模式 人在遭遇某種挫折或失敗的時候 最容易出現這種情緒 如果處理得不好 整個人就會陷入負面情緒的泥潭 甚至會影響身邊人 在沸騰的社交往 會有本地的表示 在沸騰的沸騰時